以及我们的圈形 新的圈形啊 左切 我们有很多刚刚看到 4M和1LG都是覆盖在圈内的 看两个队伍啊 首先侧面来讲 窄圈边近圈的话 我们发现其实 天霸在南部 守的位置比较多 但这个时候还是因为 有蓝圈转的队伍 比如说童家宝 是的 这一跃真的是刚刚好 差一点点 但这个位置还可以将将服务一下 以及刚才看到木竹啊 他已经代表着 备受期待的童家宝 拿下了他们本次赛季的 第一个淘汰 对 但是帅狗 直接拉近一点 这个有点干 想把地方比较蓝圈里 这是AGFOX的反向虫子嘛 直接扫下来一个帅狗 跟木竹的一步peak 漂亮木竹 一穿三 果然是那个 接受了我的采访的男人 是的 包括他其实也是很清楚 其他队员的位置 但看另外一边 TMG还是在高点不断的输出啊 TMG虽然损失了一员大将 但是他们剩下三人 站住的这个山头 无比的关键 死死的限制住了天霸 天霸 这个位置强行再继续拉位置的话 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干扰 包括他们近点很难去集合 以及留给了顾GG一个难题啊 领域离你两个房间的位置 我敢不敢救他 其实小围墙边看队友帮忙加个枪行不行 现在就是相当于TMG地形的优势太大 就谁能给到阿杰压力 这个时候看谁能去挽回一波 那其实天霸这个低点啊 还是可以再去靠一下 那这个时候需要找到天霸的架枪位来帮忙 然后发现早的就是架枪位 所以有点尴尬现在 是包括左边你看到 童家宝跟AG呢 也是因为都抢到一个窄圈边的原因 所以说也是比较激烈 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TMG的背身也是来人了 TMG 哦 杨陈 哇这是早吃 对的对的对的 他是打炸两个之后又直接用枪打掉一个 那相当于整个TC啊 已经被SMG磨得只剩下一人了 就最开始他们两个非常接近的时候 你看到TC跟SMG是没有打起来的 但是谁第一波转移可能 哦但是这个时候TMG非常的主动 直接拉近一点想去吃了天霸 呃TMG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们能拉下来也是ELG 刚才对天霸也进行了一波输出啊 那相当于天霸在一个很低点的位置 强倒众人推 这个时候其实TMG非常清楚 有ELG的枪线在啊 包括TMG毕竟也是刚刚靠近圈边 这个高点其实不能再继续待了 嗯 以及原点RNG跟LK 他们是在上一个圈形被反切的方向的RNG 他们是喜欢大招啊 终于是绕行着绕行着来到了 必须要打第一波架的时机 对的 两边这个大背波可以缓解非常多的时间 打一个拉扯战 但这个时候你发现JJPK还在寻找近圈路线 毕竟这是控北部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是的 现在其次 就像刚才啊 刚才爱笑卡的一个高点 会牢牢地限制住RNG的点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RNG 当他绕行到了这一种 对面住房地形优势非常大的时候 他的这种绕行将会遇到一个平静 现在其实往北部绕行的队伍是比较聪明的 而且你看昨天RNG在第一把上的旅途也是一样的 控制北部是非常的舒服的 是的 平时 同时我在这个信息框里面也会慢慢地看到 童家宝他们在转移的时候一波三折 被AG跟ELG分别的输出的比较惨烈吧 现在他们也只剩下一个残边剩余 对 这个圈形目前你看到他还是第四阶约 但是打得非常的机灵 精准 其次用他的小龙虾 mini直接击倒了一名选手 包括目前RNG他们其实你看到 战斗运往没有LK强烈的 他们是一旦地往这个拨下去拉扯 就知道说我要先往前去走 是的 远处传来了ELG淘汰童家宝的消息 童家宝刚才目主给了我们比较高光的操作 但是你确实要在ELG这样的老队伍面前 完美的转移 还是需要再跟PEL的环境磨合磨合 可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圈边队伍还是在抢圈面 但是圈中队伍非常的舒服 包括你看像天霸这一波刚刚受到ELG的一个包夹 但是竞点的压力是给过来了 以及TMG 是的 还是压到了天霸的竞点 现在阿杰跟艾笑两个两人编制吗 这是两个人直接压到了三个人的镜侧 两个人 包括你看TCE拉到自己的屁股 知道有人过来 但是艾笑如果不 又是领域的一颗雷 阿杰 一定是要被冠军听住位置的冠军 现在可以跟队友打一个配合 其实可以两人冲他了 大胆一点 是 这个位置的话 你提前露侧身出去的话 你非常容易被打提前枪 这个位置 这脸上 冠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 就是我PN的队伍有活力 你跟我打这个一码一码算着的 我跟你打一个暗箭难防 但是还好领域过来帮助了自己的队友 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SMG刚刚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危险 但是想来劝架的队友非常多 包括TC也在旁边 天霸这把真的是太难了 他们这一把在这样一个低点位 已经比较好的去抵挡了像TMG的进攻 但是像TC以及SMG始终都把他们看在眼里 他们只能从南部进攻的 因为你看这个山体你没有什么好的载具的时候不行 包括你看到没有 火匠是一个人 一个人 就是一支军队吗 看一下火匠现在还在试探领域的血量 马上要打起来 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77要给领域争取时间 争取到了 对 但这个时候他知道对方是两个人 信息上来说是已经出来 但是花痴帮了一手 那叫火匠知道正面应该是一打一 你看看现在我好像在看这个复仇者联盟一样 大家都想打这只叫做天霸的灭霸 名字好像还比较接近 但这个时候天霸也跑进了 因为SMG已经把这个进阵路口锁死了 那就尽量去拿分 我们看到这个琴球也是对于SMG发动了一波战争 独狼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独狼的压力是非常好的 包括你看花痴的背身完全是被 桑flower 都是flower 做了一波言喘 以及大家看一下刚才在非常重要的阶段舞 向西侧反切走的这一个圈形多么的关键 一下把东侧变成了一个漩涡 注意一下目前呢 你看人员变得是非常分散的 那Pickfit 都 非常相似的一局 FWM又是拿到这样的一个圈中心 但是你看到周边来说 不管是SMG这边的分彩 还是说ELG的分彩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空缺率想是往更高去扩展的 是的 是我们也是看一段回放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皮卡多UFC 我们可以看出来今天的SMG打得非常主动啊 他们这个明显就是有战术制定过的 就是说我怎么去攻破这一波 我知道ACT要怎么去跳点 就因为ACT可能方向还是比较主动性的 是的 以及刚才这位被拍了拍肩的呀 应该是ACT 是 是 看了近点 这位Saflow的位置被知道 但是他已经把清油损成一个残血 这边还能继续输出 但是 这个载具 被撞倒的 是的 这个载具也很危险了 还好没有被引爆啊 但现在这个位置清油 哦 雪量只剩下一丝丝盒子 远距离 被竞争所拿下 说的LK的一个通知权 更加的主动 但是正面的话 SMG也已经在听 好空的位置啊 皮克贝特你还能再躲一下不 他挺过去了 是 但是FWM抢先来了呀 你怎么到FWM这个高点去射击呢 相当于就是LK跟SMG 你打得很火热 但都会被FWM所限制 FWM就成了这一把 天命之所归的存在 这把跟昨天第一场很像 这你看到RNG已经拉到近点 就像昨天一起拉到FWM近点一样 那所以经过昨天第一把的一个 这个经验之后呢 就是手防了去这一块 做得更细的 他们昨天第一局 没有做到完美 第二局吃下了蛋糕 所以在沙漠地图守防区啊 你我说FWM 从这一个赛季 他们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是 哦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 任何想靠队FWM都没有办法 他们已经将北部的威胁 完全的瓦解掉 那现在就是看西边和东边 西边的话 AG跟ELG已经是一触即发 东边又是LK跟SMG 也就是说场上的五支队伍里面 两两要打 只有FWM 它是安全的 FWM真的是坐山关虎斗啊 确实 那这样的话你看到北斋 也是对吧 配合着队友 也对AG发起了一个猛烈的输出 但是修尔 哎 这边是拉过来 不过两边正常确实啊 比较激烈 毕竟要去争夺我们的一个 决赛圈的位置 所以你发现现在场上的一个 人员密度是不大的 是的 你看到现在两边都进入一个 拉扯的阶段啊 我感觉FWM 他现在心里是着急的 他昨天很像 是的 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 但他发现他现在不能去拿淘汰分 对面都在内耗 嗯 那这个时候你看AG目前呢 很难就是说拉到一起 位置被锁了 0二 这个位置 哦 要面对两个人 大将军加北斋 没能先放倒一个 但是修尔现在必须要去帮忙 跟野马的一波p 可漂亮 接下来 接下来怎么说 还是要继续打 95 打掉大将军AG 团灭掉了1LG 是的 那知道 1LG其实拿的分数也还不错 但这一波FWM呢 他其实不想在房区里带着 想出来做点事情 但是LK这个时候 我不选择去找房区的人 我先打房区外的 不是吧 刚才是两处战场 一处观赛的 现在这个观赛的又没他事了 LK跟AG 各自打完之后 又要隔着FWM互相的输出 LK进圈的话 他可能想往前面的背波 他就踩一脚 但是这个位置非常的干 但是你看到 AG这个侧身的话 其实很容易被FWM去打 FWM呢 其实拉手出来的话 你看 就我先去侧面上输出机会 哪怕说位置拉远一点都可以 是的 综合来说就是 AG上有面对FWM的平坡 下节坡也要被LK所架 现在暂时看起来 他们的位置是最糟糕的 对 就这个赛季 你看到这两个天的话 其实圈中心队伍一般 就没有人去惹他 对 先把圈边该拿的分 拿完 那么现在各个队伍 都在综合的试探吧 慢慢的向白圈边 内部挺进 基本上在下一个阶段 刷新之前 他们会稳固 现在的一个 势力的分布 所以你现在谁干的去找FWM的事情 包括这个确认 还会再去收缩 可能会为他人做嫁衣 是的 反正我们现在一个 场上是三足鼎立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看到LK的枪线 是拉的比较开的 竞争是拉到了一个北侧 是的 以及我现在有看到 FWM如果要跟AG 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个 数据的对比之上 我发现更多的是 不分伯仲之间的 对 可能说在这个场均的淘汰方面 其实昨天我们有看到了 这个FWM在淘汰上 更有剑术 但AG 他们更善于去生存 是 而且LK你看到 他其实在上个赛季看下来 对沙漠地图的控制权是很高的 是的 LK一般决赛圈的吃蛋糕率 还蛮夸张 但这个时候 他面临的是什么呢 是上个赛季的冠亚 是的 这个压力我觉得还是有点大的 以及在旁边的这个榜单上面 我觉得FWM还是很着急 你看到他现在 已经进入到了前三的排名 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房区 但是只有两个淘汰哦 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不吃到 本区的蛋糕 你的分数甚至有可能 还不如另外两只队伍 就这个圈很关键 能给到谁这个优势 但是又给到FWM的房区了 对的 这是一个刷圈率比较 刷圈面积会刷的比较大的圈 但还是偏向了FWM这一点 但AG还是舒服的 因为他这个高点背波 他可以去规避FWM这边的枪线 那去显缓一下LK的竞圈位置 所以LK这边是需要去打个竹篷 所以风水轮流转之间 一下子又变成LK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了 冬瓜这个点 如果他能对倒95 还会给他们自己一些转移的空间 是 LK的气枪也蛮准的 这个时候他就想去逼一下AG的位置 那AG这个地方的人员上来讲 就有95一个人去守的话 可能他们也会担心侧面 有FWM拉过来 但是FWM这个位置 它非常舒服的 但是他如果想去争吹的话 还是需要这么做的 是 我们看到AG的战术布置 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断后掩护的位置留给了95 就是把这个圈形的压缩面积 往南部去走 对 现在LK跟AG 他们各自的选择 应该是要先在下斜坡的位置 做出一个角逐 那基本上相当于两队 出来一个队跟FWM 去打最后的决赛圈了 清游已经击倒了95 但是同时 秀尔反打叫清游 是的 高点这个位置很难规避 毕竟他们其实LK 从下斜坡走的路程比较远 包括也比较干 是的 以及现在那么 冬瓜这个位置很关键 还好 已经预先的封出了一个 掩护自己身位的烟雾 凌尔也很机灵 他想绕着一个冬瓜的侧面 连个秀尔两个配合 你看到是拉得比较近的 就跟枪比较快 而且他们的物资上来讲 也是打了一个快速 但这个时候又是清游反打一波 哦 冬瓜刚才一系列的行动 都是在为队友争夺宝贵的时间 当队友被扶起来之后 那么AG的正面战场 将受到远近的夹攻 抵御不住他们的攻势 是的 FWM就在等这一波 我们看到他们是从两边拉近来 想先把冬瓜的位置给包抄掉 但是竞争的枪线也是在下面的 这种就是在决赛圈内 最致命的枪线了 就是以一个直径围绕开 相当于完美的 可以看到接下来的所有面积 像素被打倒之后 跟对面一个互换 星赫一波近身的Pick 三三跟星赫 二打一 是的 但这个时候星赫需要再补几下 但是清游这边 哦 有手雷 冬瓜在爆点 那三三呢 三三这边还能再帮一手吗 星赫 先补他吗 先补还是先试探 再探视也不能给 哎 更知道清游的位置 最早叫不声 清游血量掉的并不是很多 反倒是星赫被打至残状态 他还在坚持 想跟这边拉一波 这个交叉火力啊 哇 现在对于清游来说 最好的机会就是率先击倒星赫 但是三三 也拉过来了 这个时候清游要做准备先打谁 OK 清游又来了 这个时候还是由4AM 收下了本场比赛的蛋糕 是的 那我们也知道 刚刚其实4AM呢 就是说要抵住 LK这波上来 所以说清游 不管他最后再怎么发挥的话 他只要一漏这个背波探索啊 就是会受到两方面的 一个强险夹击 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4AM 他们作为强队的一点 就是他一度在进入前三的时候 他也只有两个淘汰 他也知道 他只有拿下 接下来大部分的人头 拿到一个最高的排名分 这也觉得分数 才会更加的合理化 更加的让他们开心吧 是的 而且LK呢 其实稍微有点可惜 但不过他们把AG这波冲冲掉 我觉得以前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其实在这个圈的 就控制圈 控制圈 也不在他们手里 是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决赛宣 其实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包括像AG在昨天 状态并没有发挥出来的 今天还是进入到